国内从18号累计到昨天27号 已经有34名确诊者死亡 北市医疗量能更是告急 病床一位难求 就有里长站出来为李明发声 因为一位71岁男子 是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 送医之后没有及时救治 恶化到需要使用叶克膜 不过院方却说 各家医院都没有叶克膜了 家属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家人 无助待在医院 还爆料说现在要进去急诊 院方都会要求签署放弃急救 而中校医院回应说 院内本来就没有叶克膜 真正有需要的病患 他们会协助转院 救护车载着一个又一个病患 送进急诊救治 双北市医院现在天天 都面临大量患者涌入 但人送进去了科 那也无法及时救治 有里长收到李明求助 却也无能为力 比他的子女还轻 因为子女都要去上班干嘛的 怎么那么快 前后才几天 然后从一个人进去 然后院方就准备叫他躺着出来了 里长出面讲到哽咽 因为一名71岁确诊李明情况危急 他21号呼吸急促就医快筛阳性 家属等不到病房也打不进1922 两天后确诊总算顺利排到病房 但25号这名男子病情急转直下 医院却说没有叶克膜 家属求助无门 被迫放弃急救 但是我的李明 一个人就是一条命 我看的不是舒适 我看的是命 医疗量能紧绷 家属只能眼睁睁看着最爱的亲人 无法被妥善照顾 因为医生说没有叶克膜 父亲应该熬不过这两天了 院方甚至希望不要电脊或压凶 以免增加医护感染风险 更透露 现在只要进医院急救 家属都会被要求签署 放弃急救同一书 因为医疗量能已经无法附和 家属透露从来没想过 在台湾竟然会有连病房 都等不到的一天 就怕疫情持续恶化 只希望中央能帮帮忙 别让确诊者连急救的机会都没有 借状况高子摇台北采访报道